在从近代 你可以看得出江浙财阀 当然不一定只有他们 包括后来新西的晋商 因为他们是走西北方向的 从近代开始其实就很多坏事 尤其江浙财阀最多 很多坏事那些阴谋 等于是汉奸 汉奸行为都从他们这边 那个集团当中出现的 做一些反向的事 但有时候他们会做一些正向的事 也就是说那个集团 也不是每一个都是坏人 也不是每一个都是汉奸 但是很多是从那边出来的 毛泽东革命其实很早是针对他们 所以才会说打倒蒋宋孔臣 那蒋跟臣其实是政治代表 正跟党代表 陈奕夫陈果夫其实人不坏 他到了小奖时期 其实就主张是要赶快跟大陆和谈 跟他和 我看了一些陈奕夫陈果夫写的书了 以前啊 早期啦 这不提 但是主要是宋跟孔 是最坏的 一个是江浙财阀代表 一个是 那个 他们不一定江浙人 但是那是他们的典范 所以才会捧那个老奖出来 捧一个从混上海帮的那个老奖出来 只是当时他投资老奖 四先生也投资他了 我前面都提过很多了 那投资就一下就爆起了嘛 等于是黑暗势力跟 集体一直都在投资他了 那可是问题迅速黑化的原因 也是主轴也是他们 我已经讲过柴黑线了 那你从现代来看 其实最早 我们再往前追溯 先从往前追溯 最早勾结倭寇 就是明朝后期 勾结倭寇就是这帮人 因为他们先投资中国的海盗 他们要对付他们的那个什么 竞争对手 就勾结海盗 可是勾结海盗很容易被发现 所以他们就勾结日本倭寇 勾结倭寇 去抢自己人 所以你可以看到 后面那些倭寇的大老板 竟然是中国人 那他背后肯定就是那些采法 因为他们抢到的东西要脱手 所以很坏 那清朝入关之后 其实镇压过他们 但是后来是合缓之后又闹翻 所以他们有一些天地会啊 那些他们的活动资金为什么要闹那么久 跟他们有关 也跟他们有关 那近代搞我的狂当无奸 被那个老奖黑化的原动力 其实也是他们 尤其到我讲三大战役勾结美国人 最坏的就是他们勾结美国人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 他们来到台湾之后 跟本省人其实不合 因为外省人分两帮 我提过了 跟本省人不合 你可以看到他们 只要是一个关键阶 民族阶 就会他们都会站在敌人那边 所以那个毛泽东 在解放过后 为什么讲说走资派还在走 他们流窜的那些线 收买的下线 邓江湖小丑系时期 他们就发现反攻大陆的机会来了 所以当时两边谋划的特别多 你可以看得到前任的总理 为什么 21年开始 20年开始紧张 21年开始要军演的时候 前任的总理 那个人会跑到找李克强 就是那个郭台铭 为什么跑去找李克强 然后为什么马云在那边发难 那些什么西方的那个邪恶会的 然后渗透共青团渗透的特别严重 因为这是他们的招数 他们都会预先布置 布置那些腐朽的因子在里面 因为从那个 那个明朝倭寇那个时候 就可以知道了 江湖财罚是很坏的 哪怕我祖籍也是杭州的 我为什么我回杭州去 我跟杭 我爸爸还好 因为他的气质比较像商人 但是我跟杭州人 我是很属不来的 我看到杭州人很讨厌 我也吃了杭州人的很多亏 所以那时候我在上海工作的时候 吃了杭州人很多亏 好几次 到了16年17年再去的时候 遇到一个那个 周恩真 原本他总经理就是杭州人 还跟我讲 那你是小同乡 小同乡 结果过不久 我跟他闹翻了 电话里面 他骂我 我枪他 气质 气泪不服 小杭州人 还亏他桌上摆了一个五星红旗 他还是党员 但是他说他按 透过北京谁的关系 可以 事实上那时候 那个行业是习已经说都可以进来的 已经没有那个 没有那个通过备案的问题了 所以那个关系也不是什么关系 你的关系还没有我背过让印 那个时候了 你还没有我的背过让印 总之江镇那一带冷气 那个 我跟他们处得很不愉快 从零几年好几次 尤其的杭州什么同乡 所以我一直坚定我是台湾人 就这里 台湾人 那个杭州啊 祖籍住过的地方嘛 最早还有其他地方嘛 那我协同方向 我还有援助人协同啊 不用啊 不用 所以你可以知道他们 所以你可以看得很清楚 为什么 在那个时间点 他会跑去找李克强 台湾的这些那个财阀 那些利益集团 他们都是属于江浙的典范 毛泽东当时说走资派还在怎么追打 他们可是他们大本年已经移到国外去了嘛 就是国民党到台湾 他不看好台湾 他们提前到美国去了嘛 所以他们很多都是信 假的基督教的 也把老乌龟洗成基督教的信徒 可是老乌龟是不怎么信的啦 他是那种薛定恶的猫 那一种的信仰 关键时刻他不会引上帝的啦 关键时刻他会引别的 但是你可以看得出他们一直在抹 在跟整个民族为敌 尤其他们关键时刻他们在 所以你还会组黑熊军啊 早期特别勤去投资中国大陆的 那些人你反过来追 特别要求台湾人投中国大陆的人 为什么 都是这么坏的 你反过来追 他们当时投资都有问题啊 从曹金城开始啊 郭台铭啊 你去那边都是在腐化对岸吗 那是他们他们的反共大陆 去腐化对方的官员 然后听美国人的命令 说要撤出中国大陆就撤嘛 听美国人的命令 你去组黑熊军 组游击队跟中国大陆打 他就去组嘛 就是这种人啊 然后听美国人的命令 要你把台积电搬到美国去就做嘛 什么那种很莫名其妙被捧红 媒体在吹红的啊 一次把他捧的高高的那种 那种商业炒作式的人物啊 什么最早的郭台铭啊 曹星成啊 张忠谋啊 这些啊 然后后面现在的台积电的董事长啊 全部都是江志财阀典班 都是宋家的那种刑啊 宋家的那种刑 也是把国民党搞成 汉奸党改造成汪精卫汉奸党的那种那种刑啊 因为他们的老祖 就是勾结倭寇的 然后到了清朝的时候也跟着民主板子来去搞天地会 小波满汉满汉仇恨的满汉矛盾 所以那个为什么乾隆 康熙乾隆六下江南也是盯这一块 盯这里 但那里不是每个人都是坏蛋 陈清让那个曹雪芹不是曹家吗 去管那边的盐商 也是因为那后来曹雪芹被拔掉吧 没落 就是因为当时那边人的利益跟朝廷的利益已经起冲突了 你当然割骨骨骨不过大嘴 可是他们可以隔隔隔隔朝代还在干这样的事情啊 一直干到今天啊 所以你看马云为什么捉腰 滚到日本去 为什么马云跑到日本 跟他的老祖倭寇勾结的嘛 就是这个形态嘛 其实这种人应该是千刀万里追杀的才会的 因为已经隔了那么多朝代 隔了那么多时代 他们还是反反复复同一个招数 在腐发你的那个 把你的那个甚至领导阶层 他都要尝试去黑化腐化 才会变成这个样子嘛 到了近代就是从李鸿章开始 他们支持怀军起来 关键在左中堂的时候他们也有支持 所以他不是里面每一个都是没有用的人 但是他们在关键时刻会做那种事情 所以当时斯先生留他们也是一个原因了 有时候他们会必要要用到 可是他讲白一点 他就是一个黑化的一个很容易黑化的一个来源 所以你看现在这个时代 他们这一群人拼命的 所以为什么每次中国大陆的爱国声浪起来的时候 会有很多网路水军工资 为什么工资是谁养的 怎么会有钱去养 讲那种屁话 为什么还会有那么多流量 讲那种洋奴的话 为什么还有那么多流量 为什么有这么类似赵薇这种妖女 去动不动要穿着日本军装 最早的时候日本军装跳过来 来搞嘛 所以被揍嘛 然后结果一堆人还去拥护保护赵薇嘛 那个时候 是谁策动的 那些网路水军 那时候从台湾就连线到大陆去了 看得很清楚 所以当时没有把这条线提前挖出来 先前一直没有看懂 把他挖出来 在那个时候的我 他眼前不懂 然后只感觉他们 那个有一股人开始讨厌台湾人 为什么 打那个王八蛋 我以前提过了 打那个乌龟王八蛋到大陆去了 那基本其实只是一条线 你整个历史来看 就是这一帮 所以中国人一定要有仇富心理 只是这个仇富心理 你要不能用 毛那个时候没看清楚 仇富心理是对的 要斗 抄他们的钱 也是对的 但是你不能够 不能够每一个都抄掉 因为里面也有一些是反过来帮助你的 有 有 不安的话早就把他整个连根拔起 那个整个地方全部火烧红连事 把你江浙全部烧光光了 因为以师先生的角度来看是这样子 因为先前好几个朝代曾经干过这种事 整个把你灭掉 地都给你抛光都有 都曾经发生过 那为什么那边没有抛呢 就是有时候它又会有用 所以那个时候你的仇富你要锁定正确 锁定正确 你是不是 不是在估你的钱多还是钱少 而是 因为那个标准你很难拿捏的 你只能 关键是你钱多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在关键时刻你是站在历史的正确一面吗 你是跟着人民站在一起吗 这个是当时毛的那个指数来的就是对了 你跟人民站在一起吗 还是你有很多争议呢 争议到底无所谓 还是你已经很明显是投敌了 干了最早你们老主 去勾结倭寇的事情 这一点就是抓出来 那如果是抓出来 所以为什么马云躲到日本去 所以他最好不要回来 回来的话一定要追打 因为这种人就是以前那种 那种明朝的那种汪子啊 明朝是勾结倭寇的时候 汪子就是他这种放高利贷 所以你可以看早期那个乌龟王八 我记得他总是有会提前 把他喊出来 所以早期留着这个 台湾这个乌龟王八有个好处 因为像比方说 那个时候大陆 那个兴起什么行业的时候 他都会在捧一些人 包含中国大陆的一些谁 网剑林 台湾以前出过杂志 也捧过 捧过马云 那是十几年前 二十年前 抢马云 然后捧过那个 你看捧的那个赵薇 最早两岸合作的那个赵薇 捧过 那后面这些人 全部通通都出事嘛 然后特别捧的 大陆的以前那些落马的官员 曾经有 那你就知道他捧谁都是有问题的 那你从他捧谁 你就可以知道这个人 决定有问题 往他身上吵 早期留的就这个原因 所以你看他当时 马云在搞那个蚂蚁金服的时候 他台湾这边一直在讲说 大陆要搞那什么 微创业 那微创业基本就是银行贷款 测动银行贷款 那又是那个前面讲的那个 那个行长 有三个甘女儿的 明星的甘女儿的 三个姓母 最后日本死掉的那个家伙 那就是最典型 搞那个微创业啊 高利贷 那种有的没有的那种的 所以基本他们 现在这个时间点 他们是站在美国的那边的 有很多是已经被渗透成什么会的 然后收买汉奸 工资 网路水军 都是他们发明的 所以你的民主主义起来 他一定要惯反方向的东西 所以为什么 所以我现在才一直在回过头来看 毛泽东全传 走资派还在走 要永不停止的斗争 就这个原因 因为他们会隔时代出来 帮助敌人的有一些 这个系统会出现很多这种人 谁要永不停止的斗争 所以我现在反过头来看 以前那个 你看那个 我以前常讲的古董老师 他以前是 也是在浙江湖州人 以前他家在民国初年就是 开厂的 也是经营很多钱的 有土地的 那个时候能够开工厂不简单了 然后结果那解放的时候 就投靠到叫红色资本家 他们家就定了一个 叫红色资本家 所以我 然后当时 他太太为什么是台湾人 因为当时有一些台湾兵 被国民党调到大陆去打仗 回不来 刚好跟我祖父的情况是相反的 他说台湾人去大陆回不来 大部分是大陆人到台湾回不去 他是相反的 然后他就有女儿嘛 然后他就会去特别喜欢台湾人 因为喜欢国民党 他一看到台湾就想到国民党 所以后来他就可以有资格到台湾来住 然后当然他就是很 仇 很反那种 虽然他也是认可 毛泽东是唯一人 但是 他很会反那种 就是文革的那个期段 没收资产的那种 会有矛盾 会有矛盾 只是最后 他还是认可 那你就可以知道 从这个小人物的那个流程 就可以知道 他那个整个体系 为什么到了现在会出现类似这种 所以后面马云之后还会有 因为他是一个体系性的 所以我一直后悔 没有 不是后悔 这轮不到我后悔了 我小人物 应该要在毛泽东革命的时候 那个时候就给他 破析地区 一剂给他治疗 宁愿不要这个 这个经济发达地区 没有必要 那里的文化 文化 上海码头文化是很坏的 那文革的时候 重点在这边文革就好了 其他地方不要文革了 那其他地方就 画画大字报就好了 那个重点在这边闹就行了 党子反正既然要闹了嘛 重点在这边闹就好了 所以 关键核心是在那里 所以那个邓小平南巡的时候 其实故意绕开那边 他其实重点是那边 为什么跑到深圳广州去 因为那边靠近香港近 靠近腐化的地方比较近 但是典范其实是那边的人 是江浙财伐和晋商的典范 最早我感觉很怪异的是什么 就是这种汉奸有 美国系统性培养的线 也有中国本土自己产生的 我想中国本土自己产生的 就像台湾以前搞到台独 台独就是这一些人搞出来的 这一些人特别去养本土的那些坏人 那时候我就觉得很奇怪 动力从何而来 一定完完全全都美国人吗 包含网路水军和那些乌龟王八 特别的有系统讲出来 不对啊 那也不是单个事件 那单个事件背后的系统 一定是老美吗 不见得 因为气质感觉不太对 虽然他们会主动往美国跑 但你背后总有一个动力吧 包含养出来的那些工资 台湾很早就有了 特别去攻击民族主义的 这个民族好像跟他有仇一样 那他背后的来源 就是大陆所谓的恨国党了 背后动力的来源 你可以看得出 从谣言跟那些 他们的钱运作 总会有一些钱 看经济 经济动机跟经济背景 他们是非常的歹毒的诈骗 还有勾结外力 强盗 诈骗跟强盗 我爱乎两条路了 第一条是本土的诈骗 跟外面的强盗 外面的刀枪 他会勾结外面的枪炮 刀枪 就像倭寇模式一样 就这两条路 那这两条路 他们现在这个时代是交错使用 只是很可惜 你的那个 你的那个外面的那些强盗 美利坚大海道 已经是被亡灵给做下去了 包含你们的 你们勾结的同类 外国的奸商 犹太奸商 也已经 我不是讲过 因为遇到王先生的那个 那个白康的 那个那一件王林书的事情嘛 你不印王林嘛 我前面提过的 我不重复了 那就一直被诅咒嘛 哪怕王林都死了 他以为没事了 那你错了 后面还有王林 那个王林 又输一只翻页啊 哈哈哈哈 你前面的那个烂舱 烂尾楼 你收不掉 你还在付利息嘛 那后面的王林 也要诅咒你 后面的王林 也要诅咒你 所以我前面都报了一个石码 你要硬我 硬我 看我 看我 我想到我以前当鞭的时候 遇到一个 专门整我的 一个那个什么牌整 我每次都不想要看他嘛 他说 看我 看我 那很凶 看我 你不能躲 看我 他手指是会一直这样子的 看我 所以我们现在也要跟美国打一道 看我 看我 哥伦布两艘破船开始 以胡赛武装红海截杀告终 而且我最早是报2053嘛 中东要闹事嘛 对不对 所以一定要硬啊 看我 看我 几年前报了2053嘛 所以伊朗要闹事啊 那接下来是 胡赛武装红海截杀告终 那一个接一个啊 你一定要硬啊 你海权要没落 要霸权 要鸟下去啊 你那十几艘航母都要被揍啊 所以今天是终于把英国军舰集成了嘛 还抓了十几个美国间谍 不是每天都有都有战报出来吗 爆 红海截杀 战报 爆 轰掉美国航空母舰一个大洞 他拼命讲没有嘛 没有嘛 直又不敢直播 哈哈哈 现在又爆 美国军舰 英国军舰被轰掉 爆 逮到十几个美国间谍 爆 等那个爆 对呀 看我看我已经爆了十马了 亡灵的诅咒你可以躲吗 所以亡灵也不见得是那个心祥所愿 你看王先生的故事就知道了嘛 还有我前面讲那个老奖怎么安置他了 不然常常都会被敌人拿来利用 敌人一定会利用这个嘛 那你就看你那个亡灵是谁 那个猛鬼 果然他们的一个烂尾楼 我前面提过了 现在一直还在付利息嘛 还在为了这个共产主义在付利息嘛 哎呦 你付完了吗 还没付完吗 那新的诅咒赶快来 新的诅咒赶快来 让你犹太小鬼一锅二闹三上吊 你什么闹都没有用 那你现在可以知道 不完完全全 昂有混合体 进进中国内部的这些汉奸 不完完全有本土的这种 那种以前的江浙财白 以及晋商 连通的那一帮坏蛋 还在玩那倭寇模式 这是他们叫倭寇模式嘛 两个嘛 第一个是诈骗 从里面骗钱 但是因为各种竞争者 或者是内部的谁 不愿意配合 那他们就会走另外一个模式 就是勾结外面的强盗 他勾结外面的强盗 外面的强盗怎么进来 他中间会买通一些官员吗 你看那模式是不是一模一样 从那个马云的行迹 还有曹新成 还有郭台铭 这些这些建筑 你看张忠模 以及那个台积电的那一堆 要跑到美国去的 帮美国人讲话的那一些 那些他们基本就是 跟你中国的民族利益 是相反的那一些 那些奸商 那奸商都因为勾结强盗 本土的强盗没有了 那他们想要骗 当时他们想黑化蒋中正 就是想要利用蒋中正的那个嘛 只是重复投资了 蒋中正不见得都听他们的 那他们想办法要黑化嘛 那没有了怎么办 所以他们很自然 老讲到台湾 开始在洗刷自己的时候 他们就会去 勾结外面的强盗 很正常 但是你盯着他们的那个行为 你就可以知道 你还有什么强盗可以勾结呢 你没有几个强盗可以勾结了 你的那个海盗 已经被亡灵搞到战力衰弱 只能放狠话 最近放得很花式 台湾也是我美国利益核心中的核心 台湾也是你美国利益吗 你确定 这个乌龟王八是你利益中的核心吗 中华美国那个破棋子送给你好了 他们这个党被江浙财阀那些利益集团搞到最坏的在哪里 这个台湾国民党 最坏在哪里 坏就坏在你已经搞垮了 你还要拿着这个破棋子来骗中国人 说你还存在 你已经没有这个政权了 你已经把政权交给汉奸跟外国势力控制了 你滚下来了 你还想要拼命往大陆跑 还想要玩那个诈骗招数 还说你存在 你早就死掉了 你只是一张皮而已 所以你可以看得很清楚他们用的那个模型 就是诈骗跟海外的武力来牟利的 很可惜你的那个海盗只能放狠话了 只剩下狠话了 你竟然要这个乌龟王八当核心利益中的核心 很简单 无力统一台湾之后 他跑到美国去找你了 就这样解决嘛 对不对 中华民国归美国 台湾归中国 包含他收买了那些本土渣渣 以及红果 到谁我应我前面讲的 你一定要取人人头 一定要取他性命啊 这亡灵诅咒啊 要取他性命啊 你看最近那个 金正和金与正不错啊 又又开始这个 又开始我前面讲那个陈碧录的那个了 陈碧录的哈密打独地手 最近又开始了 那不是双方又开始互相抛那个热气球吗 我看很好笑 我不是前面才讲完那个什么 那个那个阎平岛海战 结果过不久 毒气球 那个那个气球丢些粪物 去侮辱对方吗 他这边是大声攻吗 他直接不用大声攻 就热气球过去 不是海报 就给你大便 没错 就直接给他大便 最近不是说要 要说要犯话 要突破三八线了吗 那个军事分界线了 那不是三八线 那军事分界线了吗 对啊 可以开始慢慢突破 开始尝试 开始要从鳄鱼死亡翻转 开始 再派一次那个前面那个自杀的 取引西越狗命 那台湾这边当然也要了 继续逼近 绝不放手就对了 这就是永不停 毛主席讲的永不停止的斗争 绝对不能放手这个斗争 因为你已经完全知道 他背后的那个动力源 你看那个结构源是什么 我都告诉你了 结构源是什么 本土的跟外面的妖魔鬼怪 他们是怎么连结的吗 我已经讲了很多了 那对他们的斗争当然就要狠 而且要撕破脸 你也不必假装你是中国人 直接汉奸的那个 就像为什么北朝鲜要直接把大便就扑 用那个热气球过去 但是不跟你废话 直接扑过去 你是汉奸嘛 你是朝鲜内奸嘛 所以遇到那种的 你就直接汉奸扑过去 然后乱捅嘛 这个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啊 这个讲过了 毛主席很早就讲过 所以今年我一定要去 去北京参拜一次 因为去了北京那么多次都不去参拜 就是先前太多错误认知观念了 通通讲过来 要去参拜 上一次本来要去 有各种原因 一时候那边管制 这一次要专程去 要参拜 这个是我最近用那个写的 领悟的这个最后的原理 盖了一个章 盖了一个章 自己写的 要去长版 永不停歇的斗争 但我不是说那些 江浙财阀还有晋商那一些 或者是他们 后来连通到香港那个买办 老广 都一定是坏的 他们在有一些关键时刻 他们也是 把自己的钱全部拿来 帮助国家的 也是有的 艾伯商人还是很多的 只是他这个体系特别容易 出那一种的 因为当中牵涉的那个利益格局太大了 利益格局太大了 然后他们跟海外的讯息来源又特别的敏锐 特别的联通 那黑化的可能性就很高了 原因在这里 我现在看老美在那个中东的那种 不想看 但是又被强迫 好像一股力量强迫他 看我 看我 胡赛武装拼命 看我 明明你不是伊朗都已经被你压的死死 怎么胡赛你搞不动 就有一个很奇怪的叫胡赛的 胡赛的人拼命 叫你看他 你不看就不行 就是让我想到当时不想看他 又被强逼 看我看我那种的 那种感觉很好笑 拼命每次都在放话说要离开中东把全力来 所有的海军来消灭中国 要集中在亚太 要来消灭中国 可是问题 胡赛拼命叫你看我 你不能走啊 所以两次军演为台湾 你说台湾是你的利益核心 你也只能嘴巴喊啊 两次军演包围台湾你派了什么人来来对抗呢 没有啊 飞机在天空那边飞过去的时候 你也只能让台湾这边 打嘴炮啊 那个他大气层不属于我们啊 不算侵犯你 拼命用嘴炮对抗啊 然后拼命要台湾的钱啊 拼命台积电搬走了 那你这个核心利益中的核心 你这个利益也未免太 太虚了一点了吧 你应该把至少台湾南北要两艘航空母舰夹夹着嘛 就像96年那个时候情况啊 没有啊 只是拜登喊一喊 然后一下又改口啊 你这个核心利益中的核心太廉价了 太不值了 太虚了 他倒不是不想派来 而是第一个派来没有用嘛 因为连胡赛武装的那种什么很奇怪的反舰导弹都打得到 那不要说中国这里的军力了 然后 胡赛武装又拼命讲看我 看我 你要硬我 硬啊 那这你不得不应啊 你说你要离开 可是你又离不开 那当然不能离开了 从2053连接到 我报的那个10码 你的海拳 嚣张几百年 就该死掉了嘛 你能不应吗 你10几艘航空母舰也没有用啊 说 那就不提了 那你轰炸机也造不出来了嘛 你那个新的轰炸机 一听说那个隐形轰炸机又出事了 又出事了 又出事了 那个F35不用讲一直醉了嘛 其他又出事了 你能不应吗 你不能不应啊 就好像先前的那个 你们先前那个烂尾楼 王先生 王师 王先生的一样 你最后是摆明了 就是说我不想应你嘛 那个时候他们的态度是这样 还有底气啊 不想应嘛 跑到美国搞曼哈顿工程计划 所有的票都集中 我前面提过了 拿来集中要对抗 我有这个 可是你这个计划就偏偏 在亡灵的桌子上就显现出来 我叫你把票全部拿过来 你不可 你烧票 在那边集中要搞一个武器对抗 这边同步就有武器 所以他本来造那个武器就是 发现 那个亡灵叛变之后 他想要集着集中票 然后从美国那个大厦 我讲到陀螺仪嘛 赶快又拿着原子弹往东亚冲了 所以拿原子弹第一步先轰日本 这个乌龟王八 原因就是这个原因了 先轰日本 把轰府之后 乖乖从这边再来进攻中国嘛 只是没想到当时亡灵 早就也开始有核弹了 所以他们那个时候 在国共内战 为什么那么快就要赶快打完 就原因在这里 因为国共内战 在当时如果在大陆拖久的话 美国已经准备好了 他从他攻击 朝鲜的那种 那个情况 你可以知道 那个时间点就知道 他拿着原子弹 往这边冲 他就想要趁着 苏联搞出原子弹之前 赶快准备好传统的部队的兵力 往中国打 可是偏偏 老奖溃败的很快啊 他停了招呼 你要往东 去见东都洛义 速度很快 去东都洛义 他那部队不得不撤 然后也不得不撤 但他后来想要再打进来 拿着原子弹要打进来 所以你可以看 朝鲜半导的时候拼命拿原子弹来恐吓 就是这个原因嘛 他原本的标的是拿着原子弹来打 可是问题那个时候 苏联又引爆核弹了 就在刚好在解放战争打完了 那个时候 苏联出国有原子弹了 那 苏联有原子弹本来跟中国无关 可是那个时候是有关的 那个时候是有关的 因为王先生嘛 那个时候有关的 他就不敢拿原子弹来轰了 那 接下来好了 那中苏交二王先生走了 我可以用这个来核讹炸了吧 当然我们中国也有原子弹 原因就在这里嘛 就可以看到后面那个时间节点 那就恐吓不了 那现在更恐吓不了 现在原子弹清弹比你多了 从俄罗斯加中毒的嘛 比你多了 而且 我前面报那个 以胡塞无装 红海截杀告终 连带的下一个就是古巴 要重新布置导弹 然后你从东亚溃败 乌龟王八也要诅咒死 中华民国乌龟王八局 中华民国台湾乌龟王八局 这个烂政权也要把它弄掉 汉奸养母烂政权也要把它弄掉 这是下一波的诅咒 把它弄掉 那整个日本就會开始松动 这是也一定要有的 那接下来就是古巴 因为你海泉没落 那当然你海泉没落是整体性的 你可以跟你一个预测 胡塞武装进来 红海劫沙告终 你海泉没落 就是整体平均值要下降 它那边只是一个 诅咒的开头点 那你平均值一直下降 当然包括你的加勒比海 当然加勒比海 那当然加勒比海 那古巴是不是就可以 又可以再来一次导弹危机了 可以将来可以 因为你又拼命讲说 要在日本部署中岛 要在朝鲜 就南韩部署中岛 要在菲律宾部署中岛 对不对 那 你可是你实力又下降 那反过来那就 古巴也可以要有导弹 或者是中南美洲 所以你看看 现在很扯 台湾发现他刺手不住了 只能用嘴巴去守了 他赶快把 我看到有人传给我 那个墨西哥跟 那个 那个总统 还有那个什么 威利玛拉 威利玛拉的那个总统 是留学以色列的 墨西哥总统是犹太人 又又又 赶快他知道 下一步要守哪里吗 你看他的手在 他在遮他的三点 你就知道哪里是敏感地带 哪里是敏感地带 他赶快把他换到那边去 那边是个大厦之境 你那边守 就水里去守 但是 整个 等到台湾的问题 彻底解决掉 那边真的是可以开启 可以跟你 这个诅咒要一路给他下去 跟着王先生的路走 让他的烂尾楼烂到底吗 那一定要硬的 一定要硬的 因为从关键节点 2053开始 大概 我这个2053 我是四年前讲的 四年前 有四年 那个时候 预测的 因为我看了一下 我回去写的记录了 写的记录 然后录影之后 我放了很久 才公开 我记得那一集是这样子 你可以看 看一下 那就一路沿着过来 一定要 好吧 我们就努力看 下一遍 你现在就可以知道 你要防 如果是内鬼的话 要防谁 所以仇富的心理 是没有错的 只是不要乱仇富 不是他有钱 就仇恨他 而是他有钱 你有没有 做一些不该做的事情 就是你的立场 在关键时刻 你有没有去 跑到外面 去做一些不该做的事情